大家好,又是我Maggie 上次Tracy和大家介紹沙心和擋心 今天就輪到我接力 介紹我面前的太子心和單心 太子心又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鞋耳心 意思是小朋友都吃得 功效相對人心會較弱 但就是因為這樣 它的溫躁性會比其他心類低一些 所以就不容易上火 就屬於一些比較滋補和溫和的藥材 就連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都適合吃 在中醫的角度 太子心就屬於聖平、微甘、帶少少苦 就有健脾、益氣和身樽潤肺的功效 近代就發現它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包括就有造袋、中鋁酸、亞油酸、安基酸 大量的揮發性油和微量的元素 對於一些很容易累 或者是食慾不振 或者是病了之後身體很虛弱的朋友 都可以用來進補 太子心一般都是3cm至10cm 而我們Arupa的四時盒太子心 都是偏大條和飽滿的 形狀是很幼長的 微微彎曲 十足一個迷你版的人心 而在色澤方面 都是呈現一個比較黃白色 天然又有一些光澤 聞起來味道都是很天然清淡的 品質是非常之好 說到單心 單心在中醫的角度 就屬於性微寒、微苦、帶微生 有活血去乳、清心除乏 和通筋止痛的功效 近代就發現它裏面有大量的維他命E 還有微量元素、單心酮、單心素和單分酸 這些都是有助去改善我們的血液循環 就可以降血壓 同時它都有抗衰老的功效 就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更加有光澤 保持一種的柔軟性 增加我們皮膚的彈性 減少了皺紋 我們的單心就是正宗的河南出品 河南的地理和氣候都很適合種植這個單心 難怪被漢代的醫性張仲景稱為單心之首 即使切片後 狀態仍然保持得很好 色澤呈現啡紅色 外皮完全沒有脫落的情況 質地很堅硬 外皮佈滿幼細皺紋 充滿香濃的深味 以上兩種優質又有益的心類 都可以去到我們的Auropa四時俠的網站買到 大家都快點去選一款適合自己來進補一下 還有繼續留意我們的Facebook和IG 因為我們會繼續介紹秋冬進補的食材和藥材 還有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將這些健康的資訊繼續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